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著名的琴诗 虽然她的琴技高超 但是她却非常的孤独和苦恼 因为没有人能听懂她的琴声 中秋佳节 博牙再次弹奏古琴 突然她看到远处 有个人正在听她弹琴 此人名叫紫妻 是一个侨夫 回家的路上 她被博牙的琴声吸引 驻足聆听 当博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子 当博牙弹起赞美流水的曲子 紫妻马上说到 多么浩荡的江水啊 博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子 博牙惊喜万分 她用琴声想表达的心意 紫妻完全明白 她们相约明年中秋再见 然而一年后 紫妻不幸染病去世了 博牙悲痛万分 在她的墓前 为她弹奏最后一曲 紫妻去世后 博牙觉得自己 再也找不到知音了 于是她摔碎了琴 从此再也不弹琴了 千金亦德 知己难求 你遇到那个懂你的人了吗? 有情 知己 古代 故事 木 金 山 水 著名 高超 孤独 苦恼 微恶 赞美 明白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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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 亦德 知己 难求 你 你相信 有情吗? 在你的生命中 遇到过知己吗? 在中国古代 流传着一个 关于有情的故事 余博牙 余博牙是楚国最著名的琴师 虽然她的琴技高超 但是她却非常的孤独和苦恼 因为没有人能听懂她的琴声 中秋余博牙 博牙再次弹奏古琴 突然她看到远处有个人正在听她弹琴 此人 名叫 紫妻 是一个 侨夫 回家路上 她被博牙的琴声 吸引 驻足 聆听 当博牙 弹起赞美高山的曲子 紫妻 马上说道 多么 巍峨的高山啊 当博牙 弹起赞美流水的曲子 紫妻 马上说道 多么 浩荡的江水啊 博牙 惊喜万分 她用琴声 想表达的心意 紫妻 完全明白 他们相约 明年中秋 再见 然而 一年后 紫妻 不幸染病 去世了 博牙 悲痛万分 在她的墓前 为她弹奏 最后一曲 紫妻 去世后 博牙觉得自己 再也找不到知音了 于是 她摔碎了琴 从此 再也不弹琴了 千金 亦得 知己 难求 你遇到那个 懂你的人了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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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